OK,现在测试一下,我们38x38的平板机,38公分等于38公分了。 首先我们来调一下这个压力。 今天我们可以那个通过旋转这个旋钮正转来增加压力,反转是显少压力。 现在我们来把它那个测试一下。 当听到叮了一动响的时候,说明这个有点可以了。 如果想再大一点的话,可以正转,然后再测试一下,差不多。 当感觉到手柄有点赤裂的时候,手柄压力也足够了。 这个是在硬面开关。 现在我们调一下温度和时间。 第一排的话是温度。 我们首先按一下这个ICT键,这个黄色的键,这个灯就会亮了。 那这个时候呢,我们按一下向上箭头来增加温度。 也可以按那个向上箭头来减少温度来调整温度。 一般我们设220度来烫化,升华烫化,然后再按一次,完成设定。 然后我们第二排的话就是时间设定。 我们首先按一下这个黄色的按钮ICT键的话,进入设定状态,这个灯就会亮了。 那这个时候我们按向上箭头来增加时间。 也可以按那个向下箭头来减少时间。 然后我们再按一次这个ICT键的话,就完成设定。 完成之后呢,压力一点点调好了。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布铺好。 这是一个迪伦布,我们把迪伦布铺上去。 然后呢,这是一个生花纸。 我们把生花纸图案,面向这个布,布料。 然后呢,把这个手柄压下来。 然后这个时间就会进入到底是状态。 当归零的时候呢,我们这个机器就会自动铭叫。 然后提醒你这个DIY产品已经完成了,就可以把产品拿走了。 好的,这时候我们把花纸图案开起来。 大家看一下,这个纸上面的颜色已经完全过上去了。 汤黄色很漂亮,我们是满满的生花纸汤黄,但是也是很漂亮的,看一下。